大家好,欢迎来到表述看事件 今天我想跟大家来聊一聊 还是美国移民的话题 那么今天所谈的签证类别是 一处签证 一二条约投资者签证 这种类别的签证 实际上是美国跟对美国很友好的一些国家 达成的一种投资协议 那么就是说有这个投资协议的国家的公民呢 他是可以持这种一二签证 一兔签证来美国工作或者是经商 那么通常他是可以带配偶和21岁以下 为成年子女一起来美国工作 那么从这个性质上来讲 他实际上是一种经商经营和工作的这么一个签证 他不能达到就是获得美国绿卡 甚至美国公民身份的这个目的 因此呢就是说 如果你要是想最终拿到美国的绿卡 或者是美国公民身份 这个签证呢是不合适的 那么就想来聊一聊 那么究竟他是什么样的签证 有什么优点啊 第一次观看我节目的朋友呢 欢迎订阅表述看世界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那么首先我们来谈这个签证的优点啊 他的优点呢有几样 第一呢就是说 除了主申请人之外 他的配偶和21岁以下未成年人的子女啊 都可以获得这个 复属签证 能够长期的居住在美国 同时呢 配偶可以在美国申请公卡啊 在美国合法工作 那么子女呢 他是可以享受到在公立学校的免费教育 比如说子女还小 上小学或者中学 他是可以受到 只要是到公立学校啊 他是可以享受免费的 这个教育福利和美国公民 和这个绿海车游者 是没有太大区别的 如果他要上大学的话呢 他是可以在当地的州立大学 他是可以享受当地的这个学费啊 还有一个好处呢 他就是没有移民间 在签证的有效期之内呢 他是啊 这个是可以随时出入境的啊 出入境的 那么这个签证呢 一次的有效期是 通常呢 是五年啊 也有可能会短一些 主要是看国别 通常都是五年有效期 那么每次呢 如果要是需要延期的话啊 是可以延期的 对于中国人来讲啊 那么最常见的几种护照啊 持有者呢 通常都是有这个土耳其护照 对吧 这个黑山共和国的护照 还有加勒比海的 我看加勒比海是哪个国家 格林纳达啊 格林纳达的护照 那么啊 这几种护照呢 在中国移民市场上 都是比较常见的啊 当然如果要是有台湾的护照啊 就是中华民国的护照啊 台湾护照 也是可以申请 这个一二签证的 那么还有一些国家呢啊 比如说像加拿大 对吧 你可能已经移民加拿大了 也有加拿大的公民身份 那么加拿大是可以的啊 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啊 那么其他不太常见的 比如说啊 新西兰护照 对吧 还有这个澳大利亚的护照 那么新加坡的啊 泰国的啊 这个巴拿马的啊 只要你有这些国家的护照 你就可以 可以持这个 意图签证入境啊 然后在美国来开设这个生命 那么我先来讲一讲啊 像这个一二条约投资者签证 这个投资者他需要证明符合哪些方面的条件 首先呢 他必须具有条约国家的国籍 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比如说你有土耳其护照 或者格林纳达护照啊 或者是加拿大护照 对吧 那么你投资的这个企业呢啊 这个所谓的企业就是 实际上呢 作为这种投资人 他大多数都是投的很小的企业 什么 像有些日本人投的那个什么 拉面馆啊之类的啊 韩国人投的那个叫什么 干洗垫啊什么的 都是属于小型的企业 那么这些小型企业呢 你必须要在这些企业中 占有百分之五十的股份啊 所以首先你是要有股份的 赚百分之五十啊 或者以上 那么第二呢 这个一一图签证的投资者呢 他必须是实质性的投资啊 而且这个资金呢 是有风险的啊 也是不可撤回的 这种有这种不可撤回的 这种成啊啊啊 这种风险也就是说 你可能会经营这个生意会失败啊 这是有这个可能的 你不能说把这个钱搁置在银行里 一动不动的啊 那这些都不行的啊 这些都不算投资 投资就一定有风险 对吧 那么还有呢 就是说你投资的这个企业啊 你不仅你的财务收入要能够支撑 你整个家庭的生活 同时呢 你还能够证明你的财务收益 是对美国有所贡献的啊 有一定的经济贡献啊 比如说 你的这个企业里雇了几个人啊 雇了几个当地的美国人 那么还有呢 除了我刚才说的投资是风险投资啊 然后就是说 你要证明你的资金来源是合法的啊 那么呢 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你在这个企业里必须是啊 真正控制这个生意的老板 你不能说你把这个生意完全交给别人去管了啊 那是不行的啊 在市场上的有一些的所谓的一二签证的项目呢 就是说啊你都不用管 你不用参与就完全交给我们啊 在交给我们实际上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啊 这种做法也是不正常的啊 你这个一二条约投资者这个签证是给你的 意思就是说 之所以给你签证 你是要过来投资管理的啊 你是要管理你自己的生意的 如果你不管的话啊 那就你就啊 实际上啊 这种做法啊 是属于签证欺诈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那么如果你要是啊 这个一二的身份宗旨 比如说你没有获得延期的话呢 你就必须要离开美国了啊 那么通常呢 像一二签证的申请的这些材料都包括什么呢 就比如说主申请人的护照啊 还有照片啊 就是带照片的一页啊 彩色费用件 主申请人的简历 家属证明文件 比如说你和亲人之间的这个这个关系的文件 比如说出生证啊 结婚证之类的啊 那么还有就是说 你这个在美国投资的这个小型企业 你占有50%以上股权的证明文件 比如说公司注册文件 章程 股东协议啊 经营协议啊 就是所谓的operating agreement 啊 还有这个啊 这个公司的啊 管理章程等等 无论你的公司的大小 你都应该提供一些 包括公司组织架构的 的这个啊 构图 对吧 还有就是说 所有权的法律文件 啊 然后股东的这些啊 照片啊 就是这个护照啊 赋印件等等啊 那么呢 还有一些文件呢 就是包括实质性投资的证明文件 比如说你的资金来源啊 我是公司收入或者是在我在中国经营房地产啊 赚了笔钱或者是我继承了这个老爷子的这个遗产等等啊 所以你要有这些资金来源的证明文件 然后呢 然后呢你要有这个啊 把这种啊 资金呢 打到公司的美国账户的中文文件 对吧 然后就是电汇啊等等这些文件 然后包括一些收据啊 银行对账单啊 啊 之类的 啊 如果呢就是说你呢 啊 是收购了一家已经存在的公司的话 你还要提供比如说生效的购买协议啊 你购买了这个企业 同时呢 就有约束效率的托管协议啊 明确表明如果一二签证被签发 托管钱款的去向啊 是一定会使用在这个公司里面的啊 然后你购买或设立公司的所花这个 开支的啊 证据 如果呢你要是在美国成立一家新的公司啊 比如说这个啊 搞一个新的公司那你要提供下来证明 比如说你公司的营业场所的助力协议 对吧 还有就是说已经付了房租的这个证明啊 啊 购买一些是个公司设备或者存货的证明 对吧 如果你呃 比如说开一个店面对吧 你得提供这个啊这个店面的这个租金 证明对吧 协议啊 还有你有存货啊 等等的这些收据啊之类的东西 那么还有呢就是真实经营企业证明文件啊 这些比如说啊你的税号啊联邦的税号啊就是说这个公司的啊新的公司的税号啊 公司网站啊照片啊社交媒体啊啊订货单啊产品清单啊顾客收据啊啊或者说你雇了一两个人比如说有劳动合同啊工资单啊等等啊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啊那当然了如果是开一个投资这个小型的企业的话呢你肯定是需要有提供你的商业计划书啊你这个商业计划书你打算在美国来干什么啊要这个商业计划书是请专人去写的啊 哎然后呢你可能这个投入运营的大概的这个费用的细目啊究竟要都有的开支大概是什么样啊等等 当然如果你是买了一家收购的企业那么这家收购企业的过去的三年的一些税表啊啊W2表啊啊1099表啊审计报告啊这些你要提供的好 那么有朋友就会问啊就是说那如果我要是啊有了这个土耳其护照因为我的确是有人来问过我土耳其护照我有了或者是我有格里纳达的护照啊那么我现在想来美国当然原因有有几种是吧啊原因有哪几种呢啊就是说反正呢有没有绿卡我是无所谓了我也不想要那绿卡啊我不想要那个绿卡我只不过呢是孩子在那边 上大学或者是我想让孩子上高中在上高中这几年啊我是希望能够待在美国啊所以呢这个一二签证的这个11人群啊他时候的人群有几种啊一个意思说呢哎啊我孩子要在美国上学对吧我去陪他们去所以呢上学可能要花个五年六年等等啊七年啊 从这个高中上完大学啊所以呢我要到那去陪他第二呢就是 家里生了这个美国孩子也就是说所谓的美宝啊就是说 可能几年前啊我老婆在这个美国生了孩子了 现在小孩要上学了对吧已经长到五六岁了啊希望能够回美国上托儿所幼儿园然后上小学 哎达到这种长期合法居住的这种情况啊同时呢配偶还可以工作 那么这种情形呢啊也是可以通过一二千兆啊 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哎呀反正我在国内呢也挣了不少钱 我现在想在美国啊退休啊生活一段日子啊清闲清闲 哎那这种人也是可以的还有就是说我是工商业人士啊 我现在想换个环境啊到美国去生活几年工作几年啊做个小投资什么的啊这一类的 还有呢就是说可能是需要有避税需求的高净职人士 那么最后一种呢可能就是等一比五排期过去可能申请了一比五投资移民 但是现在呢排呀排呀不知道什么时候排到头啊能够尽早的等过美国 那么这些人呢通常啊啊总的来讲吧还是比较有钱的了啊有点闲钱 然后他们自己有这个第三国家的护照啊格林大达呀土耳其呀黑山共同国这种护照 所以呢他可以考虑申请这个啊这样子的话如果你的家里有几个小孩就特别划算是吧 21岁以下都可以全家合法的啊来来移居美国啊叫移居美国来美国啊生活 那么 你可能问这种一二签证的批准率高不高啊相对来讲他还是算是高的 为什么呢因为他毕竟他是一个非移民性质的签证啊你这个 总有一个时候你要你要你会你会离开美国的啊所以他是一个非移民性质的这么一个一个工作或者投资的经商的这么一个签证 所以他的货批率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而且呢他没有排期啊没有排期不像好多签证 像什么1B3啊1B5啊这都有排期了啊对于中国人来讲啊 那么你说这个我要是拿到这个护照啊来申请一二我到美国都投资些什么样的业务呢我也不太懂啊对吧 啊所以呢其实能够在美国做的事情是很多的啊通常都是小型的企业比如说我也一个韩国的朋友他在美国是拿到了这个 法学学位啊就是法学学位也考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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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师执照然后他又是韩国的律师啊那么他就是通过一二这种签证啊来到美国在洛杉矶啊开设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然后他两边的客户和两个国家他都来回跑啊然后他的小孩几个孩子都很小啊有一个是在美国出生的啊全家都在这儿啊所以他就是开一个律师事务所他律师事务所总共也就三个人他自己一个助理还有另外一个律师啊那么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是一些小型的店面啊还有呢就是说啊就是零售店面啊或者是刚才我说过的什么拉面馆啊啊这些都有可能啊 基本上都是小型企业那么耗资究竟大概是多少啊咱们就把这个花费啊这个投资大概的讲一下通常呢目前市面上的移民项目啊就是所谓的这个一兔的移居项目啊啊都是小型商业企业投资呢通常是在二十五万到三十万美金之间 所以有高的有低的啊那么啊除了这个投资的这个二十五万或者是三十万资金以外还有什么其他费用呢通常还有啊其他杂费比如说律师服务费通常是一到啊一万五到两万美金左右 还有还有这个撰写这个商业计划书的费用通常也在一万到一万五美金左右 然后当然了包括公正啊翻译啊还移民局啊等这些第三方的费用呢啊也有一些但是并不高 那么通常还有一个项目管理费用啊这个项目管理费用呢目前市场上基本上是在五万美金左右 也就是说除了二十五万到三十万的投资款之外呢其他的啊这个乱七八糟啊杂费大约也就在八万到九万美金左右啊啊所以总的来讲他比一比五的投资要少很多啊现在大家也都清楚了一比五现在这个这个这个已经涨到八十万了吧应该啊然后呢还有还有排期对于中国人来讲还有排期那么所以 一兔呢对于目前已经手上有了土耳其护照格林弹塔护照黑山共和国护照加拿大护照塔兰护照的这个 啊华人朋友们来讲啊如果有需求的话啊来美国啊这是应该一个比较好的渠道啊他的批准相对还是比较快的 好那么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啊如果大家对一兔申请啊这个签证申请或者是一兔项目有什么样的 这个需求或者是想了解的话啊可以啊跟我联系跟我留言咱们下次再见谢谢收看